位置送到右半邊 光聽聲音就知道 球跟球棒的接觸非常親密 中興兄弟岳東華 完美帶動球隊士氣 哇 這一球之後還是高了起來 在右半邊方向 第一球高了起來 還是在右半邊 孔明恩在一局上 真的有夠忙的 不說還以為右半邊 是中興兄弟的新成員 黃山君中將都很愛他 因為往那邊打準沒錯 單局就近仗四分 這下看富邦漢將如何接招 來看到中線的位置 在聖雅對上德寶拉 打得很好 還沒說完 一棒就出現了安打 想敲出安打就要妖馬合一 你看戴北風逮捕 把德寶拉打到嗷嗷逮捕 反觀漢將的打線是 加幾人足 一棒打穿了中線 反方向的進攻在右半邊 前一場才開轟的張玉成 似乎越打越有心得 漢將想說 這份九千兩百五十萬的大約是值得了 但中興兄弟表示 不是我們買不起 而是陳俊秀更有性價比 這位置還是走高角度 來看到右外野手跟 野雷手 這個球好像是在壓在線上 不敢相信安打落點太巧妙 連本人都很問號 最終忠信兄弟也驚奇贏球 而魏全龍和樂天桃園的比賽也很有看頭 打擊來看 亮成白算高了 打到了中間 又落地成為了一隻安打 蒙力揮棒的嘰嘰嘰嘰嘰 讓魏全龍氣勢整個活起來 可是面對樂天桃園 頭卻抬不起來 太凶狠桃園直接把暴力龍打成保力龍 中場野大比分贏球